西手花莲书家实体书店推广阅读的书流花莲团队 2023跨年前最后两天 结合西博市集精选手作摊位 推出了和好阅书墙 透过主题选书让民众亲近阅读 而迎接龙脸的青春 周末两天再次新手开市 龙脸年前再次带来新书 插画摄影分享还有音乐表演 2023年的最后两天 西手花莲书家实体书店推广阅读的书流花莲团队 结合花莲知名的西博市集 推出和好阅书墙获得回响 吸引不少民众支持响应 为了迎接龙脸新春 27 28日两天再度攜手 两天分别带来新书发表 以及插画摄影展开幕分享 就是我还蛮常会自我否定 就是会去怀疑说 这样做到也对不对 然后会不会 或是自己到底做不做得到 所以呢其实这两张画 画的前面大概有头几个月吧 就是我们从 我们是10月上课 然后到12月就上完了 然后大概是从2、3月开始 就是进入讨论插画的阶段 然后大概我从过3月开始 就开始焦虑了 然后又想 我到底不要这样讲 然后每天就越发的陷入苦恼当中 先知每一年都会有10位在花莲的年轻人 一起来撰写一个在地的主题 那我们今年的主题就是一起来写我们很陌生 但是又非常熟悉的美轮溪 那在这个一年的期间我们学员之间有有共同文字创作去采访在地的跟河流相关的人们 然后也有自己去走过溪流走过非常多次 然后大家把自己对这条溪流的感受跟观察都画下来 那每个人的每个人眼中的溪流都非常不一样 那我们也去针对每个溪流河段的不同的部分做了生态的描写 有的可能像是插画涂鸦一样 那有的人画得非常的生动 就是像生态的插画这个样子 那每个人表现都很不一样 然后这次的插画摄影展呢 我们是用整条溪流的模样 来让大家看到这条溪流不同位置的样貌 那也是希望大家可以来看看这个展览 但看你可能不太知道的美轮溪 甚至也拿起纸跟笔去亲近这条美轮溪 也许在你静静地坐下来跟这条河流感受的时候 会有很多不同的新的样貌出生在你的面前 本月和好月书墙以我不想工作为主题进行选书 欢迎民众买一本喜欢的书送给自己 还可获得店家特别设计的长书票 两天市集每个摊位都有不同类型展授 推荐摊主喜欢的书 也有摊友现场会好写春联 以及应景春节的花束设计 前半透过主题选书和音乐试集等方式 让更多民众亲近阅读 喜欢阅读 记者长邦彦华人士报导